这儿就是昨晚的案发现场 能看到现在还在冒烟 然后还有大部分的警察都把它给动作起来了 那这儿是莫斯科的三大展馆阵地 其实昨天下午两个方案的形象 都长展了很多中国人刚刚说 就发展了这样的事情 今天莫斯科英语连绵 在外交部门口最繁华的花园大道这里 也车流量并不多 官方发布了尽量居家的新闻 但是其实你要出行的话 整体来讲地铁公交都是正常运行的 只是公共场所有些关闭